长河色吸水暴涨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 21日受封面和低压影响 降下史无前例的豪雨 轮倒是降雨量创新高 48小时雨量接近500毫米 超过20条河川泛滥 各地传出土石流 至少4栋名宅被冲走 多人失踪 包括这名14岁国中女生 当地隧道修复工程现场 也有多名作业员失联 自卫队消防队员持续全力搜救 部分地区出动防灾直升机 将受困民众送医 多处道路因摊放无法通行 石川县约115座村落沦为孤岛 让千人受影响 当地超市老板回忆 10分钟内大水淹没货架 所有商品全被冲光光 不少民众是从组合屋里被咒出 安置到邻近商场和医院 今年元旦才受强症重创 9个月后又碰上严重天灾 失去家园的灾民身心俱疲 忍不住悲从中来 年近80的老奶奶住进组合屋 一个半月简单加剧全泡汤 而目前当地雨势虽然趋缓 但涂石流等灾害风险人高 日本机场厅提醒 这两天从九州到东北 都会因封面降下大雨 呼吁民众要警戒 三点新闻科亚韩报道